世界上生命最长的十大动物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有趣的生物学知识 在这篇文章中 我将介绍世界上生命最长的十大动物 并讨论它们为什么能够活得这么长 1. 海螺海螺是世界上生命最长的动物之一 可以活到超过500年 它们的寿命之长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 而且它们的细胞能够修复自身的损伤 此外,海螺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 就是它们的壳可以不断地生长和更新 这也是它们能够活得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啊! 海龟海龟是另一个寿命非常长的动物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200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新陈代谢也非常缓慢 而且它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极端条件 此外,海龟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在水下呼吸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海洋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3. 鲸鲸鲸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之一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200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 而且它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极端条件 此外,鲸鲸鲸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在水下呼吸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海洋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4. 大象大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动物之一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70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非常强壮 而且它们的智力非常高 此外,大象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记住自己的家族和亲戚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海洋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5. 鲸鲸鲸鲸鲸是一类非常古老的爬行动物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150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非常坚固 而且它们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 此外,鲸鲸鲸鲸鲸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在干旱的环境中存活很长时间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野外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6. 鲸鲸鲸鲸鲸是一类非常特殊的海洋生物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5000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非常坚固 而且它们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此外,鲸鲸鲸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形成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海洋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7. 鲸鲸鲸鲸鲸是一类非常强大的海洋生物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100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非常强壮 而且它们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 此外,鲸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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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鲸�鲸� 它们的寿命之长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非常强壮 而且它们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 此外 龙虾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在水下生活很长时间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海洋中 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六 鰻鱼鰻鱼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海洋生物 有些种类可以活到一百年以上 它们的寿命之长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非常柔软 而且它们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 此外 鰻鱼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就是它们可以在水下游动很长时间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海洋中 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总结 以上是世界上生命最长的十大动物 它们都有着非常有趣的生物学特点 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奇和多样性 通过了解这些动物的生命方式和生存环境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自然界的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